是不是跟其他人有經歷過尷尬的情緒 需要怎麼樣打脫 又不是床戲 啊不是不是 每一場都是床戲 謝宜萱皮繃緊尬上黃秋聖 抱影帝思想蠻優質的 皮繃緊一點好好的工作 今晚以後謝宜萱發消去 與大咖影帝黃秋聖主演 台具四樓的天堂 你放鬆 你幹嘛到底是誰啊 你躺好我就是個推拿的 情感壓力 會吵架胸骨 跟金甲骨鳳梨 要是你塗鴉 只是為了發泄 你的憤怒就會留在你身體裡面 你越憤怒你就越塗鴉 你越塗鴉你就越憤怒 一剛開始會覺得 他是一個可以開玩笑的人嗎 第一次很難吧 范少勳你會覺得 我不敢了不敢 完全不敢 而且我記得那第一天拍的時候 跟妮萱姐剛好是 我要上工的時候 然後妮萱姐剛拍完 然後我們促身而過 然後妮萱姐說 小心小心 秋生哥跟其他人有 就是第一過干大七的 需要怎麼樣打破 因為我不是床戲 啊不是不是 每一床都是床戲 按摩床 不好意思 跟秋生哥一開始在對的時候 還蠻好玩 所以可能有時候七七就腫頭 跟師父說話 師父都看前面 看前面 主張的是我 幸運的也是我 我沒有給你甩出去 開了沒多遠 我都不知道要拉著拉你 一下車我的手都麻了 所以你知道你輕鬆 其實秋生哥是很緊張的 對啊 說實在真的是 是從小看著 秋生哥 找到 有萬千種想像 認識一段時間之後就會發現 其實秋生哥真的是蠻簡單的 之前不知道他那麼愛玩 但就有一次就是我 我帶了我的書放在桌上 然後轉頭只是去拿一個東西之後 讓你記抽筋 對啊對啊 摩羯座 不行 跟天蠍 對 我就發現書在桌上就不見了 對 然後我那時候 就是放眼忘記就是 范少勳 然後另外一個好像是 呃 誰我忘記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秋生哥 但是 所有的人看起來 應該是我的作品 當沒有一定是你 那一刻就會覺得說 哇真的 其實我本人是一個很寒酥的人 就講話 怎麼講話 那有點好像 太 像 不太可信 大家不太能夠接受 然後現在我們就看過 你的 快點 知道